好 接著到第二套 第二套我們要講的就是明星學生 喔 Love Life 或者這個大陸我們有人自己Apps 我很尊重香港譯名的 內地都Apps也愛生活的 不是人形職工嗎 愛生活 原來是愛回家的朋友 那 Love Life 當然了 這次就去到第二季了 要找一個專家來講講 有馬 我知道你老婆在那裡 What's that fun 為什麼要找一個專家出來呢 沒有的 我想要賺一套有賊的 不是 這樣說 作為一套商業的宣傳片 它是成功的 作為一套動畫的話 我看過不閒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Facebook裡面有很多Love Life的粉絲 每個星期 星期一左右 雜雜都說 神作啊 你看不明白啊 不是啊 我覺得說 I'm sorry 你看明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裡面最主要有很多世衛 可能一季 甚至五單 六單的劇情 可能衣著啊 物件啊 會召回各個角色有關係的東西 你看明是很正常的事 不是啊 不過這樣說的 你說這集來說真正是貼題的就是 他們真是整個故事都是以Love Life的比賽 不是這個核心 不過我們要說一下是甚麼比賽呢 即是這麼多間他們的高校之中的偶像團體比賽 即是叫做高校的 學界比賽 是的 即是這個 可以這樣說了 當然有幾關的 首先就都要依靠網上投票啦 即是投票完之後 即是每個都道府的頭五位呢 接著就進去這個區內的漁船 其實呢 這一種的手法呢 其實呢 可能看的人會有時候會覺得 遠大賽那些啦 有一個意想就是 通常這些就是很典型的 遠大賽 接著就傳過東日本 接著對西日本 然後接著就傳過舞台 你會見到越來越多強勁對手 但因為這件事就是 本身Love Life這個故事 是銷售九位角色 並不是銷售其他角色 是的 所以其他東西都 大家都明白 但其實去到最後呢 Mills那裏也都沒有說 會不會傳承這件事呢 基本上是沒有了的 基本上是說 永遠都不會傳承 基本上是只有這九位角色而已 你叫做在這個故事裏面 他會刻意去淡化的地方 就是說 同其他的角色的角力 即是同其他的組合的角力 即是你見到的其實只有 A-Rise A-Rise那班那三個人 即是叫做其實 我想當然有人覺得是拿出來試水分 我能否做多一塊出來 但我覺得純粹是劇情 其實是 是的 機會是微一點的 雖然說本地曾經有個 Lov Life的同仁組織 就是同仁組織同仁活動 曾經也曾唱A-Rise的歌 不過真的少了 而這個問題是其實他是思考過的 我也明白就是他將AI這一隊人 索造成他們就是上屆Live的王者 所以如果這個是王者的話 很理所當然是說我打贏了王者 我自然就是贏了 誰跟你說的 那第二位在哪裡 其實我沒有說過第二位 你三位的 他給一個很簡單的說話 如果我贏到最強的 那其實我就是最強的 你不要理會有上黑下或屬性上黑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不理 或者說原來九個羅里就贏這個Mills 這個問題是另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看Gundam Bill Fire 世界冠軍很容易被人打敗 在外圍賽界 不過真的很奇怪 有沒有看西班牙 剛剛這樣 這一個狀態也是 那冠軍也是被你外圍賽就輸了 但問題你先聽西班牙 你先聽冠軍 不是吧大哥 不過我覺得這個故事是很奇怪 因為為什麼呢 好像整個故事是沒有說其他對手 其實在一個競技上 我覺得是缺少了很多 這件事真的是我一直說 就是他重點是銷那九個角色 並不是一般我們看一些運動漫畫 這樣說 雙筆打完這個重弓之後 然後又會打什麼 你不是這種故事 不是的 你就要花很多篇幅 就是寫那個角色 究竟是什麼 甚至就是 你那個人唱歌的話 可能要唱一集 還要加上回憶 你兩季回來的話 或者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一季回來 是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的 是的 我覺得 那些速度是太 以秒速地飛回去的 那些 還有就是 你三輪比賽在裡面 那你基本上就說 看完他們唱完歌 看完MV 哦 原來就這樣 就打完了 所以你覺得好像沒有實感 你覺得贏了比賽 贏了一定贏的 但是怎麼贏呢 為什麼會贏呢 你會信服到自己那一關 不是 贏不贏這件事 其實是對故事來說 你預了它贏 即是你看任何的作品 你預了它會贏 但問題是 它贏了有沒有道理 你開殺外掛贏 就沒有話要說 不是 你叫做什麼呢 其實整套東西 我覺得其中一個 我會不太欣賞的地方 就是 太多偽感動和偽高潮 假裝 這個我覺得是花田十輝的問題 就是你做到好像很多的劇情 無論就是說 橙雪 到最後又說 Encore 那些 我覺得 比賽哪有得Encore 是的 即是說 你現在不是一個叫做 Muse Live 演唱會 是一個叫 Love Life 的比賽 其實是不是搞錯了些事情 他們覺得Love Life 是Muse 他們是 根本上 就是做做一下 那幫人都做做 做到猛了 花田十輝寫 寫一下 劇本都寫到猛了 他們覺得 哇 演唱會當然要Encore 這個不是演唱會 這不是演唱會 但他當成了一個演唱會 其實他當成了 還有我覺得很奇怪 他每一次比賽之後 好像播過MV 周圍的人都好像不見了 好像整幾 好像 平時播出來的MV 搬進去 是不像一個比賽 這個 我會覺得 有斟酌的 這件事 其實 因為這件事本身就是 在一套動畫之前 他是一套商業的宣傳作品 他做這些事情 是無可厚非的 我覺得 甚至我覺得 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是 但是 我不會去評價 就是他這些事情 對那個故事 究竟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覺得 你真的當作 他是可以做到 這些武力效果 這樣的事情 當然你不知道 為什麼學生會 有這麼多錢 你不要理會 這件事就是 你有沒有夢想的 你這個人 你要這樣問他 但是 本身就是說 他這裏的故事 其實 這次的你說 他是著重 就是 去 present 在一季裏面 沒有 present 過的一些角色 在裏面 最主要其實是 做回這件事 拉回其他不同 角色的 人氣 對他來說 我都說 這是一個商業project 你作為一個故事 基本上應該是 你一季就 大約是二年級 那你三年級 我們上次 總評都說過 他欠缺角色描寫 那你現在第二季補回 一些角色 你以一個劇情來說 是合理的 不過我很同意 阿薛玲說 那一段 其實有幾幕 是看得很不舒服 很感動 每天早上都被人洗版 很感動 我最不舒服 就是阿希 我最不舒服 就是阿希 說他要寫情歌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為何要九個人一起寫情歌 寫情歌 寫情歌 和之前我們講的 新番 我最初以為 是否經歷了 一件很好的故事 但其實 我都說 這件事是不可以寫的 在他們說 阿希的人氣一定會低 哇搞錯 你扣個兒子 但問題是 其實他講的心情 就是他們想是 他們九個人 發自內心的 什麼的感動 或者感受 那為什麼要寫愛情 不要問我 你真是有愛情的 你不要這樣說 你就是不明白 九個人寫愛情故事 其實是 你是不合理的 因為 他那時候唱的是 怡丹 怡丹是情人節 那他要做主題 要講愛情 我覺得沒有問題 沒有厚非 還有我還要講一件事 就是中間都掛 要面對三場的比賽 其實已經在十三掛 來講 其實已經很逼 但我不明白中間 為什麼要設一個 魔導 行天橋 行Catwalk 另外一個要做這個 萬聖節 其實那隊已經拖了兩至三場的時間 不知道做什麼 都兜兜著著 萬聖節就是假裝鬼 那些其實是什麼呢 他一直是想叫做什麼 出卡換款 不是 花田是一直 我覺得他是想寫一件事 就是 這九個人合起來 才是Mills這件事 他是想營造這件事 就是他每一件事 其實你看到很多主題都是說 他們會問我 究竟我們的風格是什麼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我們的風格就是 我們九個人合起來 就是Mills的風格 類似的事情 其實他一直想提醒 就是這九個人 就是Mills 而衍生到最後的劇情 就是在三年級畢業的時候 究竟應不應該解散Mills 或者是用Mills的名字 去招收一些新血回來 這個問題 其實是 其實我都覺得很自私 說真的 自己的Mills就是九個人 九個人 都玩完 沒有對錯 沒有對錯 他們做的 Mills是這批 但是下一屆 新一人就可以做新樂隊 不要緊的 明白嗎 就是Mills和音樂版 不是綁定的 Mills是九個人 一個版另外做了一批新樂隊 好像Supercell 那樣 我要修正給 那些不是樂隊 對 對 所以不是說 你起初說要振興音樂版 學院 你們才弄成Mills 又說弄成偶像團體 又說九個人 然後 然後 搞定了 自己九個人Mills 結果拿冠軍 然後 Mills就只有九個人玩 所以我感覺上 我看完之後 你們都很自私 我這九個人 所以我一直都會說 他是在商業動畫上 他是為了 present角色 你不需要理 這個角色 他帶出來的劇情 帶出來的故事 帶出來的故事 對劇情 有什麼幫助 他可以是沒有幫助 而故事是這樣 他不care 因為對他來說 我這一集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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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一集主題是花陽 這一集主題是振機 這一集主題是想 這一集主題是淒機 這一集主題是淒機 然後就是 任何任何的 就是一直在那裡下去 他已經是說完 就是我就是要每一集 我都是給回一個credit 那個角色 就是讓那些角色能夠帶起 還有就是讓那些人喜歡這個角色 所以其實 你純粹說 你不如說他是為了一個故事 你不如說他是為了一個角色而寫 但是我感覺上 他今年就寫的角色 都不是太平均的 例如 我覺得二連生那邊 是較為少接觸了 二連生 因為已經在第一季裡 已經是強力地 將他們做了一個介紹 所以其實 你在條理上 除了太陽神 我之外 其他角色是 已經介紹之後 你不可以再分析 對其他fans來說 你不可以再分析 其實 整個故事 如果牽起成就變得很散 而且不好看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其實 這麼多個子 都是以阿果 阿可可 來做主族 其實你以阿可可 來做主族 之後再放射出去 其實那個故事 是會好看 但你現在這樣 一個一個 撿一下 我們一定有期望 不知為何 看完十三集 都是覺得這九個人很自私 就算說Wing Co-Off 都不是二連級 是三連級 因為這次開箱 都說三連級 會畢業 會離開 應該是他們做主角 其實我也是 所以你不要說 整個二連級 現在其實 第二季 不要太多 不要浪費時間 二連級 其實你純粹叫做 是承接了學生會 那堆東西 其實 叫做什麼呢 他想做一些 校園劇情 其實應該說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沒錯 他好像說了很多的劇情 說他們有很多不同的生活 但反而 就是 核心說 他們對Love Fly的準備 其實也不算是很多 即他們的準備就是什麼 咦 有比賽了 我們要怎樣 老實說 你完全感受不到 這一班偶像的努力 這班校園就是 總之我談完一帶 就說 總之我一定贏 總之我一定贏 現在 有少許這樣感覺 其實 煮到來就吃了 更多東西不同 你叫做 好像他們 要找自己的風格 那一節裏 我用那一節去做例子 他們兜兜轉轉 最後都說 最後都是這樣的風格 但問題在於 環境就是 究竟Love Fly的比賽 當然這不是他宣傳的 所以說 Love Fly的名字 其實是 Baguar 並不是主族 所以 他說 因為不是 其實都是這樣的風格 但是不是這樣的風格 對Love Fly的比賽 結果是最好的 你不要在乎 總之 總之 無論他找到什麼風格 哪怕是重金屬的風格 也好 總之最後他也是會贏的 還有沒有了比賽的壓迫感 一直以來都沒有 這是最敗筆的 整個故事來說 只是說 看完他 下面拍手 放棚 就是這樣 之後 第三集就說 回回頭 之後 完了 所以 所以 其實 當A-Wise主將 問 果華 究竟我輸了給你 然後 老實說 錢 其實 如果A-Wise出場 會鋪到 至少一個很高潮位 你可能不是見美 中段 你兩場對決 高潮位 但最後 A-Wise怎麼輸呢 其實 我這樣說 在這個故事裏面 不能夠成功去呈聲 以外 Mills究竟是有什麼的美力 真的嗎 我真的想問一個人 老實說 任何聽鐘 可能聽完這一集之後 你可以很簡單地概括一句 Mills的美力究竟是什麼 愛 有些人愛A-Wise 不要記錯了 你 本身就是 好像剛才 主將說的東西 都是 他那時候說 努力 我又有 天分我亦都有 任何東西 我都不比利差 究竟我輸了些什麼呢 其實 阿果都說 答應 他說 他說 你問我做什麼 你問公義英子 你問我做什麼鬼 我鬼知道嗎 其實感覺上 尤其是 他好像評分 都沒有什麼評分 感覺上 他第一次初賽 第四位 入到圍 其餘那些 好像評分有沒有評分 有什麼機場有沒有機場 或者這樣 這套東西裡面 你是見 我可以說 你見到的是 角色之間 他們的感情越來越好 這件事是寫到的 叫做 但是你寫不到 就是 他們作為偶像 究竟有沒有什麼進步 當然我不知道 這套東西算不算 這個是重點 但就是說 在故事裡面 他們作為 的挑戰者 究竟他們有什麼進步 當然好像 有些人會覺得 他不是說這件事 他是說這 九個角色之間的故事 是 是一個陪賽 你可以這樣去解釋 不過 你不要說 我還有一件事 最敗筆 他沒有看見 就是九個人 相對於 他表現的成長 這件事 我最覺得 最敗筆 如何練好你的歌 如何練好你的舞步 如何練好你的歌 算了 完全是零提及的 那些是現實的問題 現實聲優的問題 不關 就算 你不會突然間 你不可能是一個走音 應該說 唱得不好的角色 你在畫面上表現 你會覺得他唱得好嗎 是不會的 這件事是關於聲優的問題 所以其實 我理解他 是撤除了這些問題 因為你講不到 其實是 那就是天才 純粹說那個天才 你真的就說 跳得好不好 你看那些故事裡面的反應 就是很好 那就真的好 這是一個結果論 告訴你 總之 他們 是 很受歡迎 他們亦經過努力 他們亦有天分 所以他們得到現在這個結果 其實沒有程度上 我覺得這個故事比K-ON更差 K-ON都說 大家都要喝喝吃吃 但他們整班人喝喝吃吃 又不知道做過什麼 又突然就想 一去就要跳舞 我不會這樣說 別人有唱Line 我不會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差不多 其實是 我也不會拍 所以我K-ON 你上季最少有Po過 就是你最後是 第一次Line 第二次沒有人 到最後的Line 第二次沒有人 第二次沒有人 你有Po過 就是我不管中間劇情有沒有 可能他們這段爆炮了 你劇情Po過有合理的解釋 他們中間如何努力 令到那麼多支持人出現 OK的 但第二季沒有了這一部分 就是一出來 一定有Fancy Eye 有Encore 因為我也是強調這一點 結果和過程 他們的努力 不是這一套 因為上季有 不是這套 等於什麼 有一集 增機都會強烈說 喂 不是還製作新歌 沒有時間 然後聽完之後 製作新歌 他們叫做什麼 在那個位置 不停地說 我們是要贏一個Line 當然你說 不要那麼功利 有些事情 有情勝利熱血 努力 才是Drum的黃獨 這套東西不是Drum 我知道 才是少年熱血的黃獨 這個少女 不好意思 但是 如果你剛才轉回那個Case 其實他們 立即練了新高 他們排得撤舞嗎 他們中間有沒有那些什麼 其實他們不去說 總之說 總之 我做了 你不要管 總之他們現在就說 我們現在就說 我們終於互相理解了 對 是 其中間那些步驟是全跳的 就是完全你感覺不到 他有什麼原因 突然會打這些 所以 你不會覺得 就算 說那場 他們說 喜歡的心情 就是 作為一個不是粉絲的人 我是不會有感動的 就是說 你們 你們對Muse 或者你們對戀愛 或者你們對喜歡 這件事 的感覺是什麼 I'm sorry 我在那集裡面 我只知道 你們說 我們要做一關 有關愛情的歌 接著 阿希就說 其實我是想 九個人一起去做 大家喜歡的心情 但是 中間裡面 他們究竟 喜歡的心情的描述是什麼 Sorry 沒有的 你感受到的話 你可能你是粉絲 但是我感受 作為一個不是粉絲的人 我一定感受不到 喜歡的心情 可以看金奇之鬆 哦 那些是粉絲的心情 不過 你說 他們說 是不是對Muse 很熱我 我又看不出 說Muse 九個人真是好 阿赫諾卡 第一次已經說 他不想做 Niko曾經也有一點點 好像想去 又不想去 Muse 其實 感覺上好像 只有幾個人在這裏支持 而且 各有各的目的 感覺上 還有一樣 你說 搞橙雪那幕 突然挪大雪 就是最後一顆 其實如果 那三個學生會 真的對Muse 這麼重視 基本上 叫學生會 那次 叫人幫忙 那三個人自己做 抱歉 抱歉 先回答 河馬的問題 其實我對風雪 那一幕 原諒我是一個 很講求邏輯的人 我想什麼 就是 因為他們三位 其實是因為大風 而走到 橙雪和大風 是不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他是帶傘的 你明白 就是帶傘 就是吹到阿果 是跌低了 然後跟著 其實跟地下的雪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所有人都說 我們都剷了雪 你去吧 剷雪是可以擋風的 掌知識 可能雪你更高了 當然這個問題 就是 你感動不感動 你是不是冷血 我唯有承認 我是冷血的 OK 而剛才 河馬說的 剛才說 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目標 或者他們有不同的目的 其實我覺得 這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始終九個人 你不是九個機械人 他們不需要同樣 他們有自己要煩惱的東西 我覺得你這件事 真的是表現角色的東西 也應該在這九個人裡面寫的 只是 但是 本身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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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角色 而是否 其他人 一般的動物 我不是說粉絲 我不是說粉絲 粉絲知道 Love Fly這件事 根本是不重要的 因為Love Fly就是Muse 但 如果對我們來說 一直強調 我們既然在這個比賽裡面 究竟 這個比賽 是否需要有一定的質寫 我不能完全描寫 而他的質寫只是 因為角色描寫 而去質寫這件事 因為他們需要新歌 而覺得情歌是有用的 其實他們不是 副標 Love Fly需要情歌 其實我覺得 那個問題是 他們的需要就是 不是Love Fly需要 而是 這九個角色 需要什麼的劇情 我按下去 而最後總之就說 我帶回Love Fly就可以了 你鬼我 其實他的需要 都是賣碟 不過想問 又馬 Love Fly是否一定要新歌 去比賽 不出新歌 怎麼賣碟 大佬 我未開過 已經說明OPE 加三張CD 我也很強烈 他在一套動畫之前 是一套商業的宣傳 你明白嗎 他未開門前訂好 有幾首歌 有幾首CD 我給你賣錢 他不出歌 要出碟 要賠錢 如果真的這樣計 我覺得最敗筆就是 他連十三集 就算我寫角色也好 當作只寫角色 他連寫角色的盜獄感 其實都感覺不到 還有寫不回那些人的背景 是有幾千絲馬來的 有幾千絲馬來的 有些粉絲未必會感受到 在這套東西裡面 我看到一些端迷 我會覺得 有些東西你不是粉絲 其實你是不會有感動 你不會覺得 哇 這幕正啊 你是不會有這件事的 因為你覺得 如果你以劇情來說 你覺得很普通的東西 就是因為 你對角色沒有愛 所以一開始我就說 為什麼你對我看不明白 因為你沒有 不是真的粉絲 你沒有追過原作 可能有些劇情 設定 單曲 你們對他的背景沒有認識 所以看電話 它是引出來的 但是不懂得看 解讀不到 那就不明白了 找到位置了 而那些位置 這些是給粉絲的 credit 而劇情裡面說的 當然我看過很多不少 很強制性 因為Facebook裡面 全都掉出來 沒辦法 可以解讀了 對 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讀 哇 其實這個角色 其實他這樣做 但是奈何地 我覺得就是 有少少 穿著附會的感覺 有少少 不是說 不是說 表現上 告訴你 這件事 是你去解讀 這件事 只不過是你 對 他寫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 而 寫不回 另一個角色 吸引的地方 例如 Niko有一集 說他 當Miuce 原來整班是 伴舞 其實那集 你看下去 其實 看回Niko 整集 如果一個普通人去看 其實不覺得 Niko有什麼可愛之處 或者什麼 可能甚至是被人 覺得黑人憎的感覺 其實那集 如果你說 大家真的要寫一個角色 其實是否要想一想 為何要寫一個故事 才會令那個角色吸引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現在市場 還是否喜歡這角色 這件事 我們不理解 總之就是 其實 你見就是 九個人人氣裡 Niko不是最低那個 他是中常程度的 為什麼要這樣寫 我真的不明白 我覺得 你不需要去理這件事 只是在商業條件上 他寫成這樣 他受歡迎 他當然會繼續這樣做 你不理 總之有人會喜歡這件事 就是 不需要我們喜不喜歡 只不過說 在故事上 我們覺得這個角色 不討好而已 所以我覺得 其實某程度上 Wake Up Girls 是很慘的 因為Wake Up Girls 我覺得 她寫一個角色 寫一個角色 寫一個角色的深度 寫一個 幾個人之間 那種關係 那種 那種堅持 其實寫得 很多倍 至少你講比賽 Wake Up Girls 你知道有什麼厲害的 尤其是隊伍 你先看表演 對 至少你輸 我也算是合理的 你比較有兩場梳 我聽明白 AY怎麼輸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都沒看過 你這個 我覺得 你不可以用寬哥跟他 去做比較 我不明白的 寬哥 寬哥 大家自己解讀 我沒有說任何 但層級不同 你不能把兩套東西 去比較 題材質 而他們寫的東西 都不同 Wake Up Girls 寫的東西 是寫一個偶像的故事 他寫的 他不是寫一個偶像的故事 寫什麼 他是寫一個 二十分鐘音樂雜誌 他是寫一個角色 他是寫一個角色給你 你喜不喜歡 這才是這套東西的重點 老實說 我不會說他錯 但其實我喜歡 你有 reason 你這套東西 售個角色 沒有 reason 你先說 這個應該是 一個角色的屬性 對 那就是對位 對位 不用售 對位 你也要描寫 他 你當是 剛才有馬說 一個詞 雜誌 你當是 這一集 就是介紹 這個角色的生活 真是愛生活 真是 是差不多 其實他跟其他角色之間的感情互動 他跟誰的感情好一點 你自己再去裏面 再去有任何的幻想 任何的東西 OK的 這是你的自由 這是 講真的 其實我覺得 這套東西的base 還不鞏固 起初我就是覺得 如果Music是三個 二年級生 其實比現在更好看 不關事 他企劃已經有九個了 你可以見到三個答案 不是 總之 除了你說 在商業的 處理手法 老實說 你不能夠不讚他 他真的會拿到 粉絲需要些什麼 你選 你先不要理這件事 另外那個問題 就會是 他在故事上 你說 Mills 當然你說 最後九個人 就是最後九個人要解散 你說這件事 我覺得 他願意這樣寫劇情 我覺得其實是翻的 這件事 我覺得 我不會對他有任何反感 當然你說 接著 在結尾裡面 他就告訴他 有新劇長板狼 不知道接下來是怎樣 這是另一回事 我覺得很老套 這件事 不知道究竟他想做什麼 但是 他最後就是 好像他現在說 第二季他給了一個完結 你 就告訴你 Mills的故事 是不是去到這裏就完結了 這件事 我們不知道 總之 他在動畫的故事 結構上 他在完整了 就不會告訴你 剛才 我是很害怕 花陽那時候拿了 Love Line 他突然在那裡大喊 他在想 你不是告訴我 Love Line第三季 其實是大學都可以參加 OK的話 咦 那就跟Kaon一樣 又是中學不願 我就說 我見到他那個驚嚇的表情 我是說 花田你不是玩這樣的東西 之前已經是偽高潮偽得很厲害了 但是你現在還要說 講了一大堆傷感的東西 其實等於是什麼呢 有一個角色 死了 死了 然後你 撞了 然後每個角色都說了對他 他說 生前為什麼對他 然後他就會很不好意思 死了 我出不出來 那樣呢 那樣的搞笑場面 你會令他想起 太多 因為最後那兩集真的太多 你裝感動位 好惡頂 這件事真的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不可以現在去judge他 說他會做這件事 我知道 但至少就是說 他現在處理的事情是說 這個Mills在這個Love Line 在這個 叫做 中學 高中 高中 的偶像 的 生活 就此緣 即是你劇場版 如果他要的 他可能說 穿插盆在中間都可以 哦 即是你不會出現 這邊和這邊不同 當然你說 哦 平行世界線來的 你不要管這件事 科技的東西 即是你不要管這件事 但至少我覺得 在整個故事 現在的脈絡裡面 他是真的寫得到 一個完結出來 你先不要說 那個完結是不是偽高潮 即是最重要是他給了一個完結 某種意義上來講 是一件好事 至少他完結他 為什麼呢 即是你說之前可能動畫 可能他call的 就是call回原作 或者單曲 但至少要大結局 他先到位 他就是一個學員畢業 他會用他自己原本動畫 一季二季的內容 calls up 就算基本上你沒有看過他的前程 你不是一個粉絲 你不是一個粉絲 你不是一個小說 沒有看他的角色CD 你都知道他在過恩 是一個離別傷感的感情 他拋了出來 反而是無所謂的 他有一條牽線的就是 這一次是他們最後的love line 等於一些運動比賽說 高中三年級之後 這次是我最後的下季比賽 我的夏天就完了 安世教練我想打籃球 這樣的case 我覺得是這樣的case 我覺得這個脈絡是不錯的 只不過是 我覺得這件事純粹怪花田十輝 我不會怪love line 裡面任何的角色 因為花田十輝寫的 寫得不好 他是很喜歡寫魏高潮 很喜歡強行做個高潮出來 你敢不敢動啊 這件事我喜歡說 不敢動 後面那一刻 太慢 又說九個人去旅行 九個人去旅行 每個人去哪裏 其實我不是不要拖 另外的 說回裡面一些唱歌的環節 我覺得今季上季 只要是一個love line 給你舞台唱 歌的東西我不會太多 我不會分明歌 我分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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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表現手法 是 因為其實呢 尤其是說那一場 他做了另一個version 我都特意去看第一個version 老實說 我覺得第一個version 那個感覺是比第二季 動畫第二季的version好 因為第二季我覺得 那個version做得不好的地方 不是我的計劃的 是背景搶了人 因為這套東西對我來說 背景是點綴來的 人才是他們當中的重點 而其實我看見就是 不多不少 其實 這個是3D技術 他們獎得越來成熟 是那些人獎得越來成熟 這些舞台效果 我覺得是越來越搶了 那些角色 太華麗了 是太多燈光效果 所以我不是說第二個 因為他主要是大賽 大賽有舞台 那舞台的活動 當然是比以前更多 但你只能看 那些學校禮堂 操場天堂表演 什麼都沒有 其實那樣是樸實一點 其實是的 不過面相是比較漂亮 嘴唇好像油得比較漂亮 BD 不要那麼小心 BD來的 這件事就不知道 但我也是這樣說 喜歡Love Light 這份任何一個角色都好 去看的一套作品 你如果作為一部普通的動畫作品 去看 他是有不吸引的地方 但是我喜歡這樣說 他不是去到最差的一種 他可能只是中下 因為比他更不堪的很多 就是不要說畫面 連劇情都可能比Love Light差 但是老實說 我聽到神作這個詞 我聽到驗了 這個世界很少神作 這個世界是 他頂多是 我覺得我給他的 最多都是 中等水平的作品 至少動畫師 會記他的名字 是的 至少 如果有播過 就有記過他的名字 至少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商業作品 他也是帶動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這個才是Love Light動畫的真正目標 他如果達成目標的話 這一套商業動畫就是成功 但是你不要跟我說這一套故事是成功 是的 即是繼AKB商法之後 以後多一個理論 叫LL商法 所以我的故事是這樣的 如果其實這套的Love Light 是找三本夫做監督 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 也可能會好看一點 三本夫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不行不行 我覺得寬哥是接受 寬哥是會很想把角色毀壞 我以為叫他們去枕營業 那不行 所以就算你說 裏面當中唱情歌也好 什麼都好 裏面你會見到多少個男生 其實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裏面真的沒有怎麼看過 爸爸 不是 Niko的弟弟 我一同意 對 男人不是男性 什麼叫男人不是男性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那個母親真的 真是給一些兒子去看的東西 裏面是當中不能夠說他有沒有男性 你錯啦有女觀眾的 我罵 但是 Anyway他不可以做這些角色 老實說如果他在阿希那集去做的話 那集真的可能可以 在劇情上 但如果對傷法來說 他是一個 死亡的Fact 是一支 那你就會當很多人就會 撕爛阿希那碟 這樣 我問到生我怎麼辦 撕爛我背著 我當然不知道 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是不可以出現 我都理解 也都明白很多東西 就是 是他本身 他那個 商業思維模式 是不可以讓他去做這件事 而動畫才不可以做 理解明白 是啦 就是這麽多 是啦 就是看Tizzy Love Love 近期有人說 Love Life 希望那九位Music成員的阿媽 就出來看 出來就唱個Like 看看到時 嘩 你不要亂說阿媽 又認錯阿媽 好啦 那我們去下一層